11月8日由三友会主办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处 全日本篆客联盟 全日本书道联盟 全日本华人书法协会等协办的 韩孝伯、丹羽常见、小板客子 三友篆客书画展 在位于东京的中国文化中心隆重开幕 全日本篆客联盟理事长何忠简唐 日本篆客联盟议员韩孝伯 国际未来科学研究会代表冰田何信 全日本书法协会主席高小飞 华人应社社长金欧等中日各界嘉宾 共计50余人参与了开幕式 本次展览汇催了日本篆客大家 何忠简唐门下三名杰出弟子 韩孝伯、丹羽常见、小板客子的篆客书画佳作 共100余件 主办方三友会表示 将不忘初心 不断深化研究篆客书法艺术 持续助力篆客书法新时代的发展